Hello 大家好 我是Gana Yenna 今天這條影片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一個星期的晚間護膚程序 包括我平時用到的Skin Care Product 一些保濕面膜和深層清潔面膜等等 一個星期七日用的東西 全部都會和大家分享 還有會和大家拍我的卸妝過程 因為我記得之前拍Vlogmas的時候 我都拍過Night Skin Care Routine 那時候就漏了卸妝過程 一直都未補給大家 所以這條影片就會拍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就來卸妝先 如果當天我有塗到唇膏的話 我就會用眼唇卸妝液 我會倒一些在卸妝棉上 然後敷在嘴上大概20-30秒左右 如果當天是用了Lip Tint的產品 難落一點的話 我就會重複這個步驟兩三次 除了敷嘴之外 另外其實也可以順著唇紋的方向上下抹一抹 如果還是覺得射得不夠乾淨的話 還可以用棉花棒 也是用眼唇卸妝液 再順著唇紋的方向用棉花棒抹一抹 雖然步驟也真的有點麻煩 也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一定要確保唇膏射乾淨了才可以 如果不是的話 唇膏的色素長期留在我們的嘴上 會造成色素沉澱 長久下去的話 唇色會越來越深色 射完嘴之後 我就會繼續用眼唇卸妝液 在化妝棉上敷在眼皮的位置 大概10多秒 然後就輕輕抹一抹 如果不夠乾淨的話 我會輕輕用一隻手指 提起一邊的眼皮 用化妝棉去抹走內眼線和眼睫毛之間的眼線 記得是輕輕地提起眼皮就好了 千萬不要太大力 然後我就會用卸妝油去卸全面 最近用的就是Toucher這一款 我會按兩下打圈的形式 然後均勻將卸妝油在臉上推開 千萬不要忘記鼻翼這些位置都要卸乾淨 然後我就會濕一下對手 然後再在臉上慢慢打圈 令到卸妝油和水混合在一起 之後就可以洗臉了 用水洗乾淨臉後 我就會用潔臉乳洗臉 Fastay Beauty這一款的質地很溫和 不過它就不是太起到泡 我會用一點放在手上搓一搓 然後就由額頭開始在臉上打圈 都是一樣的 不要忘記鼻翼這些位置 一定要清潔乾淨 然後沖水就可以了 來到護膚的部分 在洗完澡或者洗完臉之後 我就會用紙巾輕輕引乾臉上的水粉 而在用護膚品之前 今晚我就會用到Foreo的Bear 這部機器的用法很簡單 只要開了Foreo的app 跟著app裡面的步驟 就可以輕鬆完成一個三分鐘的美容療程 可以用Foreo本身自己出的serum 又或者是用自己本身用的精華也可以 Bear的密動技術可以幫助鍛鍊臉部肌肉 令臉膜上更加緊緻 還有它消水腫的功效真的很好 有時候早上起床 我覺得很腫的時候 上妝之前我都會用到它 因為可以提升臉的輪廓 另外它們也有專利的Anti-Shock System 會消除微電流充擊皮膚的任何可能性 我覺得如果沒有親節禮物 要送這部機器給媽媽也很適合 因為它有抗衰老的功能 加上也非常容易用 對媽媽來說 我想會是一樣很實用的禮物 用完Bear之後 因為我剛剛已經用了精華 所以我就不會再用精華 我會先用眼精華 然後再用眼霜 兩款我用的都是Shantakill的產品 提提大家 如果是用這些比較滋潤的眼霜 每一次的份量千萬不要用得太多 因為很多貴婦品牌 它們的眼霜質地都比較濃 如果用得太多 塗在眼底的話 會很容易生油脂粒 然後就可以用臉霜 這款First Day Beauty的臉霜 已經是我用的第二瓣了 終於都用到差不多要見底了 它的質地很容易推開 鎖水效果也不錯 就是這樣第一天的護膚程序就完成了 第二天洗完涼洗完臉之後 我就選了用一款清潔泥面膜 我會用Charlotte Tilbury這款泥面膜 敷這款面膜的時候就不要敷太薄 起碼要讓整個臉看上去都是白色的 如果太薄的話 它的清潔功效就會不夠明顯 我覺得這款都很適合乾性皮膚的朋友 因為敷完它之後不會覺得皮膚太乾 而且它的清潔效果也真的不錯 洗完臉之後都會覺得臉好滑 敷完清潔面膜之後 我很多時候都會立即敷一個保濕面膜 不過因為Charlotte Tilbury這款 它不算真的太乾 所以我就不會選霉面膜來敷的 我會選Paper Mask 好像Gymfor這款Paper Mask 就是其中一款我超喜歡的開價品牌面膜 因為它也很夠保濕 而且它裡面的精華也很多 而且也吸收得很好 我每次都會趁它做特價買一送一的時候買的 大概敷15-20分鐘就可以了 敷完之後我就不會用水沖的 我會用紙巾抹走多餘的精華 再用手輕輕拍一拍 讓精華好好吸收 一樣是因為敷完Paper Mask之後 其實剛剛就當作是塗了精華上面 我就會直接跳過了塗精華的step 會用眼精華、眼霜和面霜就完成了 來到第三天我就會敷Cream Mask 同一時間我也會敷眼膜 我會敷Elamis這款 塗在眼底的位置 不用拿太多的 就這樣塗一點 然後輕輕推開在眼底的位置就可以了 這款是之後可以用水沖走的 我覺得用完它之後 其實眼底也有一點保濕的效果 但又不算有太大感覺 不過我反正都買了回來 所以我也有一路繼續用它 而Cream Mask方面 我就選了Fresh這款紅茶面膜 之前也有跟大家提過的 我也很喜歡用這款面膜 我覺得它夠保濕之餘 它增淨皮膚的功效也很明顯 每一次用完之後 都會覺得臉是滑了很多 而且都會有軟軟軟的感覺 這款我覺得也是要厚敷才有效果 它的質地我覺得有一點像薯蓉 敷完它之後洗臉就可以了 每一次用完這款面膜再洗臉之後 感覺都會覺得很清爽 有一點薄荷涼涼的感覺 然後我就會做回正常的護膚程序 我會先噴一噴保濕噴霧 現在用的就是Tatcha這款 我覺得這款也挺保濕的 用完之後不會覺得好像噴了一層水 然後就會用精華 Kiehl's這款安白精華之前有條影片 都已經跟大家推介過了 我最近都一直在用它 用完精華就會塗上眼精華 然後塗上眼霜 然後就會塗上臉霜就完成了 來到第四天了 今天我就會用到Foreo的這部面膜機 這部面膜機之前都跟大家說過很多次了 我都真的很喜歡用它 也有自己保持著用的 我會用Foreo本身自己出的這些面膜 套在面膜機上面 用Foreo的App 跟它裡面的步驟就可以了 我覺得用這部面膜機再加上它們的面膜 它保濕的功效是非常顯著的 而且用起來真的很快 它每個療程都是兩分鐘 平時Full Cream Mask就要去沖水洗 但是用這部機就不用了 用完之後我都會用紙巾去抹走多餘的精華 然後就是朝上用眼精華眼霜和面霜就完成了 不過今天在塗完面霜之後 我就會用DHC這一款眼膜 如果大家follow我都有一段時間的話 應該都聽過我已經是提過很多次 其實已經用了很多年 敷大概半小時左右就可以撕掉它了 我覺得用完這一款之後 是真的可以令到眼底的位置 第二天望上去會更加FIRM 而且也會沒有那麼乾的 不過就要注意一下 看看自己會不會敏感 因為這款眼膜如果有時候 我真的不小心敷得太長時間的話 我眼底也是會有一點點紅紅的 所以每一個人的膚質都不同 大家用的時候就可以注意一下 來到第五天了 今天我就會選擇敷一個深層清潔面膜 我就喜歡用它們黑色去割折這一款面膜 之前也有跟大家提過 我覺得它的清潔力是非常之強 所以我只會把它塗在T字位而已 但是就記得不要敷太久了 它自己本身的說明就是 在10分鐘之內就要洗掉它 多數我就會敷七至八分鐘左右 塗上臉大概兩三分鐘之後 它就已經會變成灰白色 而且會感覺臉有點拉扯 也正常的 洗去的時候我會對手先濕一點水 輕輕拍在臉上敷了面膜的位置 那些面膜是由乾變成濕 然後再慢慢細細力在臉上打圈 用它的磨砂粒子去幫臉去割折 但是真的細細力就好了 它的磨砂粒子也挺粗粒的 如果太大力的話 很容易會令臉很紅 甚至會弄傷皮膚的 輕輕力打一打圈之後 就可以用水沖走它 這副面膜我覺得可以幫助到皮膚去割折 而且每次用完之後 都真的覺得臉會亮白一點的 不過這款面膜用完之後 真的會很乾的 特別是對於乾性皮膚來說 所以我會立刻再敷一個補水面膜 同樣也是Game Glow的補水面膜 它們這款面膜紋上去 是有很大陣類似椰子油的味道 而且質地都是比較水潤容易推開的 敷完之後就這樣用水洗乾淨的臉就OK了 每一次用完它之後 都真的覺得這款面膜補水的效果非常明顯 用完之後皮膚看上去 是真的很有保濕的即時功效 特別是用完剛剛Game Glow那一款去割側面膜 因為那款面膜其實用完之後皮膚都真的挺剛下的 所以是強烈建議大家 每一次用完去割側面膜之後 都要立刻敷一個保濕面膜 然後我就會做正常的Skin Care Routine就可以了 來到第六天了 但是昨天我就用了去割側面膜 所以今天我就會選一款舒緩身性的面膜 我就會用Origins這款舒緩面膜 這款面膜是我最近才開始用的 但是我用了第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它舒緩泛紅的效果很顯著 特別是我面上有些位置很容易無故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紅了 但是用完這款面膜之後 大概敷10分鐘左右 之後洗面的時候 真的會很明顯看到 本身是泛紅的一些位置會正常一點 沒有再那麼紅的 所以這款面膜我自己都很喜歡 用完它之後就用水沖走 之後就再如常用保濕噴霧 精華、眼精華、眼霜、眼霜、眼霜和面霜就搞定了 來到最後一天了 今天休息一下 我們就不要再敷一些要洗的面膜了 今天就會用一款睡眠面膜 我就會用到Canvas的這款 玫瑰滋潤保濕睡眠面膜 有些時候你又很累 不想搞那麼多事情 但是你的皮膚又很需要急救 很需要補水 這時候night mask就可以幫到你了 Canvas這款玫瑰面膜 相信也不用我多說 它們的玫瑰味 一直都是非常清新很自然的 我覺得這款night mask的質地是相對比較厚一點 但它不算真的很難推開 用完它之後第二天的皮膚 我覺得也是很夠保濕 舒緩效果也是不錯的 所以如果要用overnight mask的時候 我就會選它了 我就會用它來取替平時塗面霜的一個步驟 那就跟大家分享完 我一個星期七天的晚間護膚程序 剛剛所說的一些skincare routine 其實不是說我真的每一個星期都會跟著星期一 星期二這樣做 有時候都會根據皮膚的狀況 又或者是個人當日的心情喜好等等 而去改變少少 不是說真的每一天都要跟著這個timetable 不過當中可能有些產品的配搭 我就一定定了自己會是這樣用 例如我用完深層清潔之後 我一定會敷霜面膜 這一個就真的是一個特定的配搭來的 希望這條片都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的話 就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有沒有哪些skincare product 你都覺得很好用的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啦 Bye Bye